教宗接见罗马教区斯多,表示教会需要目灵转变 大家好,欢迎收看言语光电视教会透视节目,我是郭兆辉 9月16日,教宗方吉哥在罗马圣若望拉特朗大殿 接见了罗马教区的斯多和教区代理瓦尼利·舒基 教宗指出,主教应该关怀神父,教会需要目灵转变和创新勇气 教宗说,主教应该关怀神父,应该爱近人 而主教最近的人便是神父,反之亦然,与神父最近的人应该是主教 然后,教宗与罗马教区的神父展开对话,并请他们随意发问 教宗在回答提问时表示,在目灵服务中不要混淆创新和有所改变 教宗说,创新的意思是寻找一条使福音得以宣讲的道路 创新不仅是有所改变,它是来自圣神,并通过祈祷和信徒沟通来进行 此外,在灵洗前的培育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克服父母工作一周后 希望在逐日休息的障碍 因此,我们应该找新的途径 例如,通过平信徒举办的社区传教活动,进行灵洗前的培育 这就是目灵转变 而教会法典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寻找新途径的可能性与自由 教宗还强调,信徒到唐区寻求帮助时,应该受到热情借贷 教宗严厉批评那些只重视开举收钱而不重视教会圣事的人 因为这样会疏远信徒 相反,我们要给予热情款待 让走进教堂的人感到好似回家一样 感到很自在,而不是感到自己被利用 9月15日,在中国兰州教区新增了三位司朵 为兰州教区带来了喜乐 连同主理韩志海主教以及餐里的40多位神父及教友 大约有1700人参加 三位新著盛的司朵都是西安修院毕业的神学生 进堂时,三位执事由自己的父母手牵着一步步送到祭台前 将自己的爱子交给教会 奉献给天主 三位执事被主教著盛为新司朵后 由家人帮忙穿上祭衣 其后,他们一主教和共祭司朵举行平安礼 他们的喜乐和感动无以言表 新神父更紧紧地拥抱感恩 新司朵也向父母拥抱感谢 场面令人感动 主教在讲道中表示 新司朵身着红色的祭衣象征着光荣只是一时 而为主牺牲才是一生 主教劝勉新司朵跟随耶稣被他吸引 应是件极荣耀的事 但是我们却要在生活中追随耶稣 悲苦架,走苦路,要有恒心奋斗,坚持到底的精神 将来我们才能分斩耶稣复活的荣耀与幸福 加拿大天主教主教团在9月23日至27日 于魁北克举行年度主教团大会 会议由主教团主席爱明顿 Richard Smith总主教主持 大约有80位来自家国的主教出席 本次年会主要探讨教会对本地及对外的慈善使命 而国际名爱主席奥斯卡罗德里格斯舒基也会做报告 本台会直播每天早上的弥撒及礼仪时间 转播会议的年度报告及每天的新闻发布会 会议会以英语及法语进行 播放时间请浏览以下网站 sortandlighttv.org 从9月30日星期一起 我们推出全新的中文节目时段 言语光天主教电视24小时为您服务 中文时段全新出发 从9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 黄昏六点至六点半 星期一至日早上十一点半至中午十二点 星期六至星期日黄昏五点半至六点半 本地制作海外节目 天天播放 订阅详情请浏览 sortandlighttv.org 或致电1888 302 7181 这回透视报道完毕 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并且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